乙君继续在加沙地带南部 纳塞尔医院及其附近展开行动 艾哈迈德是纳塞尔医院的医生 他亲身经历了乙君15号 攻入医院时的情景 我听到一个很大的吹噪 其实他们砍了第三层 我住在那里 艾哈迈德说 以军轰炸后 医院里的医护人员和病人 都开始慌忙逃跑 场面十分混乱 我已经跑到医院 我和我家里的医院 很多人 很多的医院 有些医院的医院 可以猜猜吗 好像是2天 早上早上 冷了 整个医院已经被乙君包围 要想离开 还要通过乙君的检查站 通过乙君的筛查 离开医院后 艾哈迈德发现 如今的汉尤尼斯 已是面目全非 他们通过我的医院 在这些风险 我和我家里 大概10公里 那天晚上 10公里 没有任何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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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建筑 只有医院 在那里 只有医院 只有医院 以色列国防军18号晚称 目前以军抓捕了 数百名巴勒斯坦武装人员 和相关嫌疑人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 卫生部门回应称 已军抓捕的人员中 有70人是医务人员 还有一些为住院病人 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官员 和世卫组织均表示 纳塞尔医院已彻底停止运转 顶尔医院 直至 沙地带 由中国 向内 通过